Hello大家好,我是小方 最近我们店里面新到了一台大通原厂的V90旗舰版纵床的一个最高配版本 这台车是2021年11月份上牌的 目前只跑了2900公里 3000公里不到哦 这一对夫妻为什么把这台车卖掉呢 他们是因为嫌这台车太大了 后来又选择了一个V100的这个B型房车 所以呢买车呀要真的要买到自己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那这一台车跟新车一模一样 原车主还花了一万块钱选装了一个电动的支腿 可以自动平衡哦 车子的顶上呢还安装了200瓦的一个太阳能板 还有一个遮阳棚联动的一个脚踏布 我们到里面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内饰 好了现在我们呢我们到了车内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来的驾驶室 驾驶室呢搭载的是上汽派的2.0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6AT的一个自动变速箱 有一键启动 无钥匙进入 还有ACC的一个自适应悬航 盲区监测 还有一个变道辅助功能 让我们女士呢轻轻松松 也可以驾驭这一台大型的一个C型房车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看一下上面的一个额头大床的部分 1米3×1米9可以轻松睡两个人 一个超大的天窗 两边有一个通风窗户 这边呢还有一个电视机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惠客区的一个部分 整车呢是核载五个人 然后这边是一个L型的一个沙发卡座 可以做三个人的 一键升降的一个窗户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窗户还可以开一窗 让惠客区的这些座的成员呢 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空气 同时呢这里呢是一个电动的升降桌板 打下去呢 它是可以拼成一个小床 睡一个小孩没有问题 好再来看这边 上方呢是一个JBLD音响系统 然后这里呢是48V的一个直流变频空调 然后还有一个超大的冰箱 152升英德尔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吧台一样的 可以放煮个水 这里刚好有一个进水器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鞋柜 中欧式的门 然后再加一个纱窗 这边呢是到了我们厨房吧台的部分 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吊柜啊 可以放很多的厨具 然后一个抽油烟机 然后电磁炉可以烧个水 这边呢还有一个洗手池 还有一个微波炉 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衣柜 可以放一些我们的洗礼物品 衣物之类的 还有这个下面有三层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主卧的一个部分 这个纵床呢也是这一台车的一个旗舰板 最高配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的一个长度呢是1米2乘以1米85 而且它这个床垫呢是一个乳胶的一个床垫 睡上去会非常的舒服 而且可以轻松训练两个人 然后床底下呢还有一个大雨的滚筒席机 还是进口的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方的那个储物吊柜 非常的大 随便我们出行的时候 被子呀衣服啊都能轻松的放下来 这个吊柜是特别的大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的部分 我觉得里面的设计非常的 非常的好 很高级的感觉 有点像走进宾馆的一样 然后一个旋转的赛特福德的马桶 然后这边有个洗手池 做的非常别致 然后还有一个外推窗户 还有一个化妆镜 特别美 上面还有一个排风扇 里面还有温馨的有一个吊柜 可以放一些衣物 这边还有挂毛巾的地方 好整个我们的车内车外呢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好再补充一句呢 就是这一台车呢 搭载的是48伏的一个双发电系统 然后是智能双发的 这一台车呢 是2021年11月份上牌的 目前只跑了2900多公里 然后跟新车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里面的一个生活痕迹 你几乎看不到 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